1点了 天忆 加快速度了 没事 这块没什么人 不会有人发现 哎 哎 等一下 怎么办 啊 忙去结束了 我有话跟我一起说 毕竟 他也是我的亲人 他爱的就是你这个坏家 怎么 被我踩在脚下的感觉怎么样 等会儿啊 你亲爱的老公 还要亲手把你埋进去呢 以后 我就是何调 唯一的掌上牛猪了 周婷一 我那么爱你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今天就让你死可明白 多亏你这个傻子爱上 让我在家里有一席之地 我接近你桃火 除了不过是何家的地位 除了是何家不过财产 你有缘痛 我最可信 就是你这样假惊高的名门公主 你不过就是一个好出身吧 我爱的 从来都不是 而是欣欣 只有她才最懂我 依旧之后 你们这对狗男女 你们不得我死 不会放过你 说过也不会放过你 哈哈哈哈哈哈 丁儿 你醒了 咱们还要一会儿再到呢 我们马上就会在一起了 是啊 我们很快 是跟我们在一起 真是抱歉啊 蒋总 何彦他脾气太绝了 只要不影响半月后的婚礼 就可以了 杨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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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好像是大小小小 你还在这儿呢 爸 你这怎么回事 爸 您救救我 说你一张小毛病 在那边快点 走 快 走 爸 爸 放手 我带你去医院 在你找到住所之前 就先住这儿吧 我感觉你现在的伤口 已经比之前好多了 要不了半个月肯定就全好 近日失踪何时千金 在沙坑中找到 一次自杀 燕儿 你能给爸爸说说 到底怎么回事吗 贾总 实在是不好意思 让你尖笑了 这是家传不可外扬 你们之间 甚至还被盯着暴行 你们之间呢 并没有什么感情 现在要出现这样的事情 要我说 不如就算了 什么事情啊 我相信何颜小姐 是清白无辜的 这件事情没弄清楚 先不要谈 我现在就去找那个畜生 敢这么伤害我的保卫女儿 我定是饶不上她 不是 老婆 老婆 我是来乡医院 还有你也请罪的 我们只不过是 吵架闹大了些 他们就成功了 小心医院了 我是真心对她的 我害她 你就成全我们吧 爸 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的 他才说话 他就是想对我 好你个周秋央 我不管你们什么身份 敢伤害我的保卫女儿 成全你个屁 我定让你做大佬 老婆 你那杀人犯有证据定罪啊 你不能这么空口拍牙的污蔑我呀 银儿 你别闹了 都是我的错 好不好 证据我有 证据我有 哎呀 讨厌死了 就不怕和英之邦 他 他就是个蠢货 我才不爱他呢 等我到时候把他搞到时候 就把他甩了 我最爱的是你 我心甘小宝贝 快 哎 疯了 这是男厕所 Oh my god Baby baby Don't you see I got everything you need Only a genius he is the love 我不知道是什么人给我发了这样的消息 我一打开就是这个 他还想对我做那样的事 所以我才刮上了他 从车里跑出来 他就不是个人 何叔叔 你要是信得过我的话 就把他交给我 我一定给您和何元一个满意的交代 你怎么说话 这不是我 我没错过 我没错过 这姜固行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现在不应该跟我退婚吗 我还记得前世 他想尽办法和我退婚 就为了取他的百岳帮 我把公司还有点事情要处理 一个人待在这可以吗 嗯 你为什么要帮我 何元小姐 现在不应该说声谢谢吗 你想听吗 不是很想听 但说一声比较好 谢谢 不客气 三天之后有一场宴会 不知道准姜太太 有没有兴趣一起去啊 三天之后有一场宴会 不知道准姜太太 有没有兴趣一起去啊 比起姜太太 我更喜欢别人叫我何小姐 如果姜总不介意的话 我当然介意 你是我未来的姜太太 你为什么要帮我 因为你是我的未婚妻 所以我站在你这边 就凭我是你的未婚妻 凭你是何元 而我相信何元 这样 三天后 我接你一起去 那就有劳姜总了 他为什么会这么说 前世他不计手段地和我退婚 这次宴会的邀请 有可能是他给我设下的陷阱 必须得小心 韩千枝 我回来了 那不是韩千枝吗 何小姐 我先去上个洗手间 你们聊 我先去上个洗手间 我先去上个洗手间 你怎么不回啊 没看见 你今天看起来不太开心 是我做错什么了吗 我 Juan Pastor 你自己给了 你再温度 来 你站好 多不早 你都想着牌 靠近 你来 你来 我来 我来 你已经进去 我来 虽然不知道江顾行上次是哪根筋抽了 但他想取的肯定是韩芊芝 而不是我 怎么回事 难道酒 被人下药了 何大小姐怎么了 我好歹也是你前男友 不要有了新欢 就忘了旧爱吧 快 何大小姐似乎不太舒服呀 不如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 让你舒服舒服 我去你最后老师的 你不想让大家都看你们发情的眼神吗 你个混蛋 你个混蛋 你个臭 这一部白白吃亏是 小婚姜 等我到时候把你发情 事情发出所有人 看什么混蛋 是吗 把他们处理掉 把他们处理掉 何小姐 何音 你先这样 先这样 你走 我带你去浴室 冷静一下 进 长总 这是给何二姐的药 知道了 下去吧 好点没 这个是药 吃了会好一些 谢谢 你亲我一口 我就给你 姜固行 这是让人下骨了吧 怎么这么不正常 难不成是因为我重生 而引起的蝴蝶效应 爱给不给 来 起来吃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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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别着急 谢谢 还有礼物送给你了 干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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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来的江太太 这都论不对啊 你行李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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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招了吗 啊 是 何夫人 是何夫人 何欣 他们给我钱 让我 让我跟着周上 来抢劫何小姐 何小姐对不起 是我不语心笑 我 我再也不了 我再也不了 你让我 我再也不了 来人 来人 带走 啊 不 不 江总 江总 你放过我 把他处理掉了 这份礼物还满意吗 谢谢 周庭义呢 死哪儿去了 扔到通镇江去了 没死啊 暂时不会出来啊 想谢我 就帮我完成今晚的宴会 这场宴会 你可是主角 欢迎大家的到来 今天 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向大家宣布 江顾行特意把我叫到台上来的话 应该是打算宣布退婚的消息吧 毕竟他一直想娶的都是韩倩芝啊 我和何嫣将在半个月之后举行婚礼 果然 一切都和前世不一样了 何小姐 我有一些话想单独和阿星说 可以麻烦你回避一下吗 好的 何嫣是我卫文期 没必要回避 你有什么话直接说吧 阿星 我知道 我们之前是有一些误会 但是现在 我也是衷心地祝福你和何小姐的 有时间的话 我们可以老地方见一面 原来是小两口闹矛盾了 我说江顾行怎么这么反差 不是吧 分手了 就连我的礼物都不收了 谢谢 何小姐 谢谢 何小姐 来看什么 哎呀 小两口闹矛盾了 没必要 你我才是小两口子 你不是什么何小姐 江太太可要记牢了 如果记不牢的话 我会让你好好记住 我还不是姜太太的 小心我让你段子绝孙 段子绝孙 何小姐好狠 我们结婚吧 你真要和我结婚 我们结婚 不仅关乎家族之间的利益 还关乎你我 你我 何言 我取定你了 好啊 我们结婚 反正嫁给姜姑欣 对我没坏处 虽然不知道 她现在抽什么疯 但她以后 肯定会离婚取韩倩之 就当找个金大腿了 我去开车 你在这儿等着 证都领了 不许返回 她怎么看上去 那么高兴啊 何嫣 她怎么在这儿 何嫣 看到这样子 估计派去强奸她的人 已经得手了 哟 这是跟谁结婚呀 该不是 在外面乱搞 搞出个野男人来吧 何欣 我还没找你呢 你倒是自己送上门来 走 你疯了你 你疯了你 你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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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 你快救我 何嫣她疯了她 闭嘴 打人也要注意监控 需要帮忙吗 那就麻烦朗光 疯了准备在监控的位置 这么多人 注意点 把监控给我处理一下 你打我 你叫我去告诉父亲 别打了 滚回去通知你吗 我马上就回去 出息了吧 上车 我们的婚礼 是打算在室外办 还是那办 我想隐婚 我想隐婚 为什么 我可是要成为 娱乐圈顶流的人 婚事爆出来 会影响我的事业 还有 订婚的事也要保密 还有其他的吗 相互行也太好说话了吧 难道是我重生 引起的蝴蝶效应 让它变成这样的吗 还有 不喜欢再出轨 否则 你就近身出户 还要把自己的股份 交给50%给对方 你现在有股份吗 没有啊 所以出轨的话 肯定是你亏的比我多 嗯 好 一会让助理给你补分合同 这个是张彪认罪的视频 可能对你有帮助 要不 我陪你一起去 不用了 有这个视频就够了 和心 肖丽萍 我前世眼瞎被你们母女玩的团团转 这次 我要把账全部都算清 爸 你看都是姐姐打的 刚在啊 那正好 爸 快救我 姐姐要打死我 小姐 你刚刚打小鲜了 对 打了 真蠢 竟然就这么蠢了 没事 爸爸 从小到大都被姐姐欺负惯了 就算姐姐再打我我也会受着的 是吗 我 啊 啊 你干嘛呀你 啊 你疯了吧 这是在做什么 是 我夫人 是何夫人 何夫心 他们给我钱 让我 让我跟着冲手 来抢劫何小姐的 何小姐 对不起 是 是 我跟别人家 我再也不可能 这个小奸人 从哪里搞来的视频 爸 没有 他胡说 爸 没有 他胡说 从小到大 只有姐姐欺负我的份 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吗 正婷 我和小鲜 怎么可能欺负小鸭啊 再说了 你看他干干净净的 哪里像是被强奸过的样子呀 就是 他胡说 我根本就不认识那个人 说不定 是他自己在外面丢了清白 才回来找我们发疯 证据确凿 你还狡辩 我发疯 那我就让你看看 什么叫发疯 小元 听我坚持啊 如果你真的受到欺负 爸爸绝对不会轻饶他们 你现在先把视频的那个男人带过来好吗 父亲办事一项禀宫 父亲办事一项禀宫 赏罚分明 可若他们真的害了我 您可怎么去 那就将他们赶出将来 不让他们踏入河家办法 这个答案也是满意吗 可我想让他们进监狱 老何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萧阿姨 妹妹刚刚说了不是她做的 您找什么气 难不成 追什么 怎么可能呢 一个视频而已 谁能证明那个人说的是真是假呀 再说了 他能因为钱去害你 他就能因为钱改口 那个男人在这儿 我把那个男人在这儿 那个男人在这儿 那个男人在这儿 有没有你认识 就是他们 就是他们 他们给了我二十万 让我 让我强奸河小姐 你胡说八道 是啊爸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你可不要向他们一面之词 那你要不要看看这个 这有些你很想怎么说 我说怎么从我卡里 转走了二十万呢 这张卡前几天就丢了 第二天我就挂了诗 这不被他给得逞了 哎呀 燕儿误死我了 所以现在 你是强奸为随家道歉 你 你个毒妇 你你烦咬一口 行了 别废话了 报警抓人吧 哎 毒妇 毒我 这次是我准备的不够充分 下回了 就不会这么简单 瞧你这孩子 害你的人都抓到了 你还赖着你萧阿姨做什么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Sharry也难逃妻子 还你三个月两花钱 爸 还丑在这儿干嘛 丢人现意 还不赶紧给你妈回去 家里出的这种手势 真是让江总见笑了 都已经是一家人了 不算见笑 你们领证了 什么时候领证啊 干点东西 真是个闲眼包 既然都是一家人了 那晚上就留在这儿 不要走了 好啊 不行 我不同意 你们都领证了 还害羞什么 我现在就通知属事 去做饭啊 爸 我和他吃 我和他吃 原来你让他老公做的事 小燕我刚刚给你跳了个新本 你试一下女三号的戏可以吗 当然可以 姐姐我呀 要去工作了 你 就在家待着吧 去调查一下 和颜拍的哪部剧 让我把它买断 你接你 什么时候长点脑子 要不是我帮你说 什么烂贪子 你早就进局子了 妈 你还说我 我怎么知道 他能找到那个张标 你贱人 行的你 下次做事利索点 别让你爸起迷信 你别忘了 你不是和他情的亲生女儿 你也给你爸死了 你能拿多少费车啊 星系进组 对 你让我关注的那个 和颜也在 他演的女三号 行 我知道了 马上过来 和颜那个贱人 跟我进了同一个组 看我怎么收拾他 你 你收拾得了他吗 他现在更换了个人是他 变聪明了 妈 你就放心吧 和颜那个小货呀 不想要顺便压制别人 而且 剧组里别人知道他是谁 好歹我也是一线明星 还是女主角 论身份论资历啊 我都可以轻松吊打他 我一定要你处理付出代价 这次的女主角是谁啊 就是最近那个挺火的女明星 何欣 巧了 和你同性呢 还真是挺巧 不过 不过 不是他和我同性 是他随了我的性 他随了你的性 你口气还不小呢 照是让别人听见 第二天就喜提热搜 某18线小演员 剧组耍大牌 这次的角色你好好演 知道 哎呀 这里怎么还有人呀 这不是我的化妆间吗 哎 谁让你进来的 你什么看着自己不知道啊 该出来 就是 也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还敢和一线女星藏位置 还不赶紧滚 这脸皮真是厚啊 明明是我们先来的 浓了吗 你还不管 何欣可是何家的二小姐 你惹得起吗 何欣 你装起来还有完没完 姐姐啊 我这不是跟你开玩笑的吗 你不会这么小气 还当真了吧 妹妹这说的是哪里话 一家人说不出两家话 也是 毕竟你是小妈带的 没什么家责任都干 咱们自己下的事 还是别管说了吧 其他来办法出去一下 哎行行了行了 活干完了们快走 你就这点手段 脸不疼了 啊 愣着干什么 你开会被打的吗 该录下来 我警告你 以后见到我退避三省 要不然 再给我找麻烦 就不是几个巴掌 那么简单的了 别让我看见任何新闻 要不然 有你苦同吃的 跟他都是什么人啊 脑子都不好使 姐姐 你怎么总是欺负我 我知道 你被人强奸了 心里不好受 但是 江沟行不要你 也是你自己没守住清白 怪得要是 这大家族就是混乱 这瓜真大 一口吃不下啊 谁欺负我夫人 啊 何言没被强奸 何新 你的好日子 是不是过够了 一定要去牢里过 我不是 把何新的女主换掉 违约 是因为她得不配位 用这样的恶情义人 我没到你们公司去 药物月经已经很不错了 完成核叶 还没听到这个核爆啊 保不过人来赶快点 啊 别拉我 张狐欣 凭什么换掉我 我可是女一号 我的眼睛可是应该认可的 谁让你都做一脚 你们俩啊 快 哎 凭什么 凭什么 我一定让你消失 你来干什么 他们 不是说好隐婚的吗 怎么就曝光了 没曝光 他们都知道 我们隐婚 不会说的对吧 对 一会儿啊 我会让他们 签那个保密协议 放心 这样也不错 还能借江固行投资方的身份 耍耍威风 没受欺负吧 何新借着腕带 想欺负我 还好我反应快 打回去了 何新都快被你打死了 这到底谁欺负谁呢 是吗 啊 是 江太太刚才出手英姿撒爽 演我们这部戏的女主刚刚好 这次女主换成谁了 他叫宋承业 举料球当我小生 我们这部剧的男主 好巧啊 你们也在 我是宋承业的经纪人 哼 真是好巧呢 有时间吗 一起去喝杯咖啡 没空 我还不知道 你是她的经纪 怎么 吃醋 你干嘛 我还没改装呢 这张机还没到你 不着急 开外手我通知你 江古行刚刚为什么这么问 现在我和宋承业刚开始接触 不可能引起他的主意 难道 他也重生了 这就是你那个前男友 你不是说 江古行之前很喜欢你吗 现在怎么不搭理你 管好你的嘴 你要是惹到了我 我可以让你一无所有 今天是二十九号 郑愁怎么试探江古行呢 机会就送上门了 喂 封江路还在修吗 你不应该干涉我的工作 大腿不是让你白抱的 我只不过是让你提前下班 这都不行 我才不想帮你大腿 今天是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九号 天气晴路况信息 停车 江古行 你先下车 今天晚上去酒店住 明天再回去 为什么 你就别管了 听我的准没错 那我让司机开车回去 然后 带着走 行 你把车开回去 帮我走同样 江顾行居然没有开车 难道他也是重生的 还是无异 何彦是随口一说 还是和我一样 重生的 你不去睡觉坐在这里干嘛 你想干什么 你在想什么 你觉得我想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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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知道你想什么 我要睡觉了 离我远点 我 你干嘛 起床 跟我去公司 不去 这呀 那是算了 最近公司启动了一个新的影视项目 还是张胜导演的片子 既然某人 不感兴趣 那我就先走了 等一下 想去啊 想去就跟我走 哎 张总 等我 谢谢老公 你真棒 刚才江总 现在就老公了 真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吧 嗯 那行 我来给你送粥 但是我好像来的不是时候 我不会 你来的正是时候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我不饿 拿回去 韩小姐 我有点饿了 要不这粥 我来吃吧 韩小姐 我有点饿了 我来吃吧 不是等等 你你 你 对了 韩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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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粥怎么 你 你怎么了 韩千枝 你做什么 爱行 你听我解释 这只是普通谜药 不会伤害身体的 他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最好是这样 和颜身体要出什么问题 我一定让你付这担心 立刻给我找个医生过来 爱行 我只是担心你 我昨天晚上梦见你在通江路出了车祸 我只是太害怕失去你了 你最近又和他走得那么近 我只是 你怕 你到底是怕还是心虚啊 你什么意思啊 通江路的车祸 只是梦吗 不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吗 韩千枝 你在试探我 你在胡说什么啊 什么试探你 我只是担心你 我昨天晚上还给你的助理打了电话 确认你的情况 是吗 看来 这噩梦吓得你不轻啊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我就先走了 他什么意思啊 他是不是也是重生的 他又知不知道 那个人是我 他要是知道前世是我杀了他 他要是知道前世是我杀了他 一定不会放过我的 何欣 周廷一 这一事 我一定要你们两个见人 付出代价 何焰 果然 你也是带着记忆重生的人吗 在你身上又发生什么事情了 好点啊 你们经常这样下药啊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在犯理下药 我疏不过了 作为补偿我请你吃饭吧 这回犯理总没有药了吧 放心 也不会有 何欣这是又被人打了吗 怎么肿得像头猪一样 你干的 送你的礼物 醒完吗 谢江大总裁 那今天这顿饭 我请了 就当谢礼物 何焰你给我等着 何小姐 你是因为得罪了何焰 才被江古行的手下打成这样的吧 这个给你 据说效果很好 你不是跟江古行去一伙吗 为什么要帮我 因为我跟江古行的关系 本来跟他结婚的人应该是我才对 可是他就娶了何焰 后来就是想告诉你 我对何焰的后面 我吓了你 你的意思是 你恨何焰 我也恨 我们联手 但是就这样就怕了 请我吃饭 应该看我而不是看手机 哦 我就是看 我最近演的那部电视剧 底下有几个恶评我看一下 什么恶评 没什么好看的 就是说 我这样的小演员 能拿到这样的角色 肯定是抱上了大款 说我没什么演技 你没演技 连我都被你骗了我几次 不过 我抱上了大款 那是真的 那你请大款吃饭就在这种小路 怎么 大款不吃面条啊 要不就委屈款也简单吃几口 实在不行 我再让他们给你加坤卤蛋 不要两个 生活 怎么了 我包拉车上了 你就进去吧 我往你续续 萧阿姨 安好 杨儿 你看 都是我的错 你以后就别要吃这个心了好吗 有什么怒气 你就找我来 这心是被我宠坏了 你也别跟她一般解释 您这是吹的什么腰疯 我爸也没在啊 您歇歇吧 阿姨求你了 你就让江总放行一马吧 阿姨给你跪下了 你说江古行啊 我们家他做主 你看阿姨就这么一个孩子 你就让江总留他一条命吧 江总早上打了他 还说要他的命 要他的命 那可太好了 我恨不得扒了他的皮 喝了他的心 他干了什么 你心智肚明 何彦 你在干嘛 我说呢 原来是在这里 咱们家 我做主 他被人一起来 忧不丢人 这件事小顾都给我讲清楚了 什么就要了你女儿的命 人都抓住了 什么 人都抓住了 那怎么信了跟我说 说什么说 俩小姐妹闹点误会 她说什么你就信什么 爸 我跟何彦先走了 工作上的事 你干嘛 晚日一家之主 走 我送你去骗车 哎呀 你怎么还这么淡定啊 怎么了 怪不得最近有这么多人 在你新剧评论区底下留过评 原来是因为他 不过你也别太生气 现在舆论已经披消咱们了 那个核心也因此败回了不少不完缘 我没生气 你心倒是还挺大的 他这次也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走吧 接下来还要录制一个节目 为新剧做一下宣传 嗯 小总 事情已经分头了 现在铺天盖地 全都是核心买水军 估计新人演员的小戏 嗯 我知道了 小总 这节目我看过 去宣传新兴的男女主 简直配的一脸 你在我身边干了多少年 五 五年 那你有没有考虑换 配 什么配 一股酒的 你喝酒了 哎 江国行你干什么 什么你跟他醉配 明明你跟我醉配 什么配不配的 你在说什么 就那个男演员 宋伯伎 你吃醋了 嗯 所以 你要补偿我 你老是呆着 不 你怎么醒这么早 昨日会吓人 有什么 对某人所赐 我昨晚喝多了 干什么 自己看看吧 我不 你必须要证明 我喝你醉配了 哦 对了 我们的结婚证呢 你证明 由此视频为证 我 格烟和江顾行先生是合法夫妻 你不高兴啊 你那天领证出来把小象傻 傻子 你说我这 这是爱称 那你承认 你爱我 你如果非要这么想的话 就行吧 总有一天 我会让你心甘情愿地说爱我 那我就拭目以待咯 家人大人家 快给我删掉 好 给你删 我要去片场了 老师 导演让我给你送的水果 好 谢谢 动作快点尽快处理他上车 我去处理监客 好 死了以后 可别来找我 谁让你得罪了周家少尉 好 你来了 你来了 你是怎么你太太 他人呢 啊他要休息室休息了我带你去 走 哎你不是跟我说他在这吗 我记着刚才没他戏呀 他是不是去先走了 坏了 哎 他接了 怎么没醒好 怎么办 有人吗 我又被火埋了 我求你不要把我和你妹妹的事情炫耀出钱 我又请去 我又只能让你永远闭嘴了 杀了我们 可以啊 不过 等下堆子吧 天忆 动手吧 从监控路上下显示 和颜小姐是被装进心理箱带走的 那歹头的方位知道吗 小五 各个路口的监控追踪下来 我们已经了解了歹头的具体位置 现在赶紧出发吧 别忘了啊 求求我 江古兴 好害怕 近日失踪何时千金在沙坑中找到 一次自杀 死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沙坑 活埋 何燕 难道你前日就是被活埋的吗 我知道你在哪了 你坚持住 我马上就来 走 这边显示就在这消失的 大家补义走着 那有新土 那有新土 我 爸 爸 当铁锹 快当铁锹 快 快 快救人 来 何小姐可以先简单描述一下嫌犯的长相 方便我们后续调查 不用描述 就是周庭义 是周庭义 你确定 如果要将其逮捕归案的话 还需要更直接的证据 但目前为止 没有证据是直接指向周庭义 你的意思是 不能直接逮捕周庭义 目前不了 不过我们会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您都放心吧 警官 辛苦了 你先回歇 王 是周庭义 是周婷利 我要杀了你 你又没有证据证明是我害的 你杀我做什么 好 哈哈哈哈 你放心 我一定会让他放下来 是你啊 我 你不能杀我 这是犯罪 犯罪 你把他活埋在地上不是犯罪 找人强奸他不是犯罪吗 是我活埋但强奸他就怎么样 这都是那个原定德的 哈哈哈哈哈哈 我吓了 你真的以为将家太阴害一手这天了吗 究竟不会碰过你的 你以为我不怕你 你我告诉我说 我再也不干了 少爷 老爷让你过去 我现在没空 江古乡 给我出来 你是不是疯了啊 对付那小子有那么多手段 你偏偏写到最一群的那种 幸亏我收到消息提前赶来 你知道这些事情 一旦暴露 会对我们降价造成多大的影响吗 我会处理好 你会处理好 怎么处理 杀了他吗 当初就不应该让你娶那个女人 我看现在啊 我看现在啊 虽然应该对付的不是周家的小子 而是那个女人 我爱这一巴掌 不是因为我做错 而是因为你是我爸 你感动他一下试试 看我还会不会再挨一巴掌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你们这小子 放了 我会试着 请周家协证 用不着协证 谢谢 文字幕提供 的 喜欢 嗯 喔 好 他走了 上水都怪了 你看收聽 本來這就是要駕橋施工的路 自己開始不小心 別多想啊 犯不著跟這種人費錢 浪費時間 是你 不 得自己 如果你願意的話 我可以試著搬過去和你一起住 大明星啊 可以把口罩和墨鏡摘下來了 家裡沒夠散 這家裡要吃 夫人拿啊 怎麼 出不慣啊 你 今天是客 你害怕我呀 你不用擔心 在你願意之前我是不會強迫你的 那你合作那天 嗯 為什麼 這裡面 是新投的三部片子 你挑一部吧 第三部 比較合適 為什麼 因為女主是個光掛 嗯 這 也是原因之一 你那天晚上沒有回來 是和美艳女星出入私人場所 哪有啊 這些記者天天下寫 這美艳女星好像有點眼熟啊 嗯 喲 韓小姐發來了短信啊 真不去啊 先讓我去啊 愛去不去 幫我收不收 去做了 和彦小姐 和彦小姐 明晚有時間和阿行來參加我的生日聚會嗎 怎麼了小彦彦 你看上去不是很高興那樣子 小彦 柳姐 如果你男朋友的前任 讓你帶著你的男朋友 跟他一塊去生日聚會 該去嗎 那他的態度呢 他拒絕了 我的建議是 去或不去都可以 不過 你不覺得這是一個測試 你男朋友忠誠度的好機會嗎 忠誠度 對呀 他到底是假拒絕 還是真拒絕 去生日聚會上 轉一圈不就知道了 嗯 確實 這是個搞清楚他心思的時機 合約裡說 出軌被抓是要被驚人出戶的 你是不是因為想讓我驚人出戶 才帶我來這兒的 江大總裁 應該不會做驚人出戶的事情吧 夫人好大的野心啊 這才剛住進我家 就想讓我驚人出戶 啊 你放心 等你驚人出戶那天 我一定給你丟他內褲 那就提前謝國夫人了 阿星 你來啦 阿星 阿星 你來啦 韩小姐 生日快樂 謝謝何妍小姐了 這禮物 是阿星挑的吧 是 本來我的意思是買套化妝品 結果你的阿星 非要跟你買套悲劇 也不怕諧音寓意不好 阿星 真是難為你了 都過去這麼多年了 還記得我喜歡什麼 原來是因為他喜歡啊 所有的感到說拜拜 所有的快樂說嗨嗨 來個美 你是過來當酒鬼的吧 親母的獸型上來 閉上眼睛轉三圈 被指導的那個人 要上來親母獸型一下 怎麼樣 啊 來來來來 來來來來玩一下來嘛 開始了啊 好 請我們的帥哥來 親母獸型一下 親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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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們那個帥哥好像是要去一趟洗手間 我們 接下一個遊戲吧 阿星 你要怎麼樣才可以原諒我 你想我怎麼原諒你 娶你嗎 你不是說 你只會愛我一個人的嗎 你為什麼要和那個女人在一起啊 那是上一世說的 這一世 是 沒說 你好像很驚訝我說的話 是嗎 阿星 你聽我解釋 我 他們在說什麼 隔得太遠聽不清楚 江國喜 小心 你沒事吧 警察 啊 還讓你受傷啊 啊 刀口不深 我們已經進行了縫合處理 只需要稍假休息 就沒有什麼大礙了 謝謝醫生 韓芊芝 那個女人 究竟是不是你 韓小姐 好些了嗎 好些了 那 你今天晚上還回家嗎 你今天晚上還回家嗎 你先回去吧 我可能晚點了 何菸 知道了 你注意休息 唉 你昨天昏迷了一天 現在感覺怎麼樣 好多了 阿星 你原諒我了嗎 什麼 我做了一些 對何菸小姐不好的事情 但你知道我為什麼要那麼做嗎 不知道 你還記得 你問我通江路的事是不是真的 我現在就可以告訴你 那就是真的 你上一世的時候在那裡出了車禍 我重來一世 本來是想阻止這些事情發生的 阻止何菸再次傷害你 你說什麼 我在上一世的時候看到 何菸他想殺了你 不可能 為什麼不可能啊 我說的都是真的 如果不是的話 昨天那個歹徒出現的時候 他為什麼正好在現場啊 巧合罷了 你要是這麼說的話 我也無話可說 我還有事情要處理 您好休息吧 我 我在上一世的時候看到 何菸他想殺了你 您好 您播教的用 您好 您播教的用戶暫時無法 怎麼樣 測出你男朋友的忠誠度了嗎 都怎麼樣 忠誠度不高就趁早分了吧 你以後的演員生涯還長 有這麼個不忠誠的男朋友幹嗎 我們看 您可以看 封城夜 可是娛樂圈的人 近為民的海王 一般主動招惹他的 都是衝著緋聞炒作曲的 宋晨叶来了 宋晨叶来了 一般都是别的女人主动来找我当话 我主动来找你 你应该感到柔性才对 给你点蜡烛吧 怎么能吹 我知道我戳中了你的孝心思 你挠什么呀 滚开 怪不得不接我电话 原来是在跟别的男人主动 我还以为你没有时间接电话 没想到还有时间过来捉奸 有意思 吃醋了 我吃什么醋 如果你和韩倩芝复合的话 你的股份我能拿到手软 他替我挡你挡 我只是照顾他一下 我又没说不可怜 江大总裁 支配 他真正爱的女人是韩倩芝 无论怎样 他最终都一定会和韩倩芝在一起的 我知道的 我知道的 我一直都知道 何老师 外面有人叫 谁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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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言醒醒 没事了 什么玩意 你今天不去找韩倩之吗 不去了 以后都不去了 真的 真的 从刚才看来 我家的这个女人 更需要照顾 怎么了 你要去哪 你 你放开我 怎么 这就要走啊 那你还想怎么样 对我负责 你想让我怎么负责 这个嘛 公开我们的关系 对不起 做不到 上次说 你让我配合同里的 你是想换回 你男朋友的真心 这次 你要我做什么 我要你配合我演一出戏 你放心 事成之后 钱少不了你 好 好 刘姐 你说 怎么样能看出一个男人 到底爱不爱你 这个嘛 爱你的男人 肯定会时刻顾虑你的感受 在你有困难的时候 挺身而出 把他们处理掉 救人 他 他 可能 对我是真心的 想什么呢 回神了 知道了 张总 有两件事 要跟你说一下 什么事 这第一件事呢 盛林之前一直观众那个小演员 在片场 和私生活混乱的男兄宋成业 接触运情 第二件事呢 这第二件事 是之前尸图袭击你 结果捅上了韩小姐的人 你走吧 进来 快点 是谁教授你 这么做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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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姓何的小姐 他给了我很多钱 他让我在开店门口 拉到桶里 是一个叫何欣的吗 好像不是这个名字 那是 那是何嫣 对 就是这个名字 是谁教授你怎么做的 我 我是不敢骗您的 给我钱的 确实是那位叫何欣的小姐 你不信可以查查他 我活过两辈子 我在上一世看到 何嫣他想要杀了你 喂 你能过来一下 我有事跟你说 好 刚好 我也有事想和你商量 或许 是时候该公布我们的关系了 叫我来什么事 何嫣想去 您快跟江总说说 那天晚上开那个门口 是你让我袭击江总的 这个人说 是你这是要杀我的对吧 这个人说 是你这是要杀我的对吧 我没有 请何小姐 把手机给我看一下 密码 5643 夏总 你看 你为什么要杀我 你不觉得荒谬吗 我为什么要杀你 我也想知道 原来你硬要我去参加你的生日会 是早有打算 江国喜 你要是想离婚的话 没必要上这样的手 喔 好啦 好 我 好 我 你 你看 不用了 我 我 果然 你有事吗 我有件重要的事 需要跟你说一下 你就那人估计还没告诉你吧 下一部戏 你要合作的男演员 是我 哦 片方想在我们拍摄的过程中 搞点噱头来吸引眼球 所以建议我们弄点绯闻出来 我倒是没什么印象 但是我想知道 你跟姜总是什么关系 你为什么要杀我 也没什么关系 吵绯闻这种事情还是算了吧 我没兴趣 韩建枝 你要我做的事已经完成了 你再报仇 小脸 你和松丞叶的绯闻都是恶搜了 在那边快点 走 松丞叶 我带你去医院 你不觉得荒谬吗 我为什么要杀你 我那天 是不是有点太冲动了 好啊 荒谬 这么快就找到新欢了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把荒谬的位置发给我 快啊 我 你不觉得荒谬 我 如果是谁 我 我 你不怕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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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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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有没有野男人 看完了吗 看完了就滚 放心 离婚的话 我不会要你一分钱 谁要给你离婚了 麻烦姜总出去的时候关门 我要睡觉了 你干嘛 不许睡在这 你这是强奸 你还过江杀人呢 我都说了不是我做的 你怎么回事 你要再这样的话 我就报警 报警 应该报警的人是我才对吧 你顾凶杀人 知道判几年吗 行 说我顾凶杀人 那我今天就杀一个试试 你为什么 那我倒要看看你 怎么师父 神经病 你想死出去死 我还要睡觉 这 赶紧走 别传扰我 好 你不许 好 你本事 没事 你不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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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我 你不认真 我在 我明天就要结婚了 温娃 你来吗 烧烧架 江湖行 行行 今天下雨突然变冷 他不会是感冒了吧 你发烧了 我去给你乱用 不用 我没事 还不用 再烧下去你该熟了 何言 不要丢下我一个人 不要嫁给他 我求你不要嫁给他 别摸我 我脸上都是疤 很丑 哪里有疤 不丑 好看着呢 那你是会嫁给我 还是嫁给周远也 不会烧成傻子了吧 我嫁人 不嫁伤口 那你会嫁给我 咱们不都已经领证了吗 对啊 那你拿轻微狗吧 算了 看你都烧成糊涂蛋了 就可怜可怜你吧 不行 把感冒不能传染给你 啊 你现在在哪里啊 阿星 你现在在哪里啊 你应该感谢我 要不然让你的白月光知道我和你在酒店的话 又该误会你 我走了 我走了 谢谢江总拖着高烧的身体 千里迢迢的来送病毒 现在好点了 啊 没事了 我跟公司那边打好招呼了 今天你哪也不许去 就回家休息 走吧我送你们家 是咱们家 没毒 我不管你是怎么想我 但如果我要杀你 绝对不会用顾凶杀人 这么卑劣的手段 还你钥匙 把这个钥匙 给你想给的人吧 所以你是要跟我发情线线 我以后不回这里了 留着钥匙也没用 我知道你一直想取的 都是韩倩芝 至于婚前邪约 你想撕就撕了吧 我就当没这回事 你给我站住 什么药都疼了 留点 我就给你拿药 早知道 应该等他好一些再说 起来喝药 你不是要走吗 都管 那我给韩倩芝打电话 让他过来找个 怎么了 那我给韩倩芝打电话 让他过来找个 怎么了 韩倩芝那么忙不用麻烦他 你要走就走 温馆 韩倩芝 韩倩芝真不愧是你的心尖子 病了也舍不得让他累着 别让小孩脾气 起来吃药 我知道我做的饭菜 肯定没有韩倩芝做的好吃 对 但这个粥是我特意给你熬的 你好歹也吃一口 不然身体怎么恢复 那 就吃一点 筷子脏了 我就给你拿床新的 好 阿星在家吗 他在 刚才我给阿星打电话 是你挂的吧 他今天身体不舒服 你打电话来的时候 他正好在睡觉 封面接电话 上次我在医院的时候 阿星跟我说 他跟你就只是逢场作戏而已 他请你摆清楚自己的位置 我很清楚自己的位置 就不劳烦您费心了 只不过 我要好心提醒你一下 你有兴趣的东西 别人未必有兴趣 别人未必有兴趣 何焰呢 他说 他待在这里有一些物事 可能他毕竟太忙了吧 毕竟还要想办法澄清绯闻 这是何焰做的 嗯 你怎么还敢吃他做的东西 你就不怕他堵死你 你想要干什么 阿星 你为什么就不相信我呢 何焰他接近你的目的不纯 他只是为了你的财产 滚 我只是想保护你 阿星 不管你想不相信我 我爱了你两世 我是不会害你的 知道了 你走吧 是我做错什么了吗 你为什么突然都不爱我 你没做错 只是我一群别恋吧 一会儿啊 我们这场戏男主 他会摸你 然后去 小燕 小燕 你该不会是怀了吧 小燕 你该不会是怀了的 不可能 应该是最近没睡好的远过 小和 你要是你不舒服的话 咱可以去房间休息一下 对啊 休息一下吧 好 要不要吃点东西啊 我看你早上什么都没吃 谢谢刘姐 不用忙 应该不可能那么倒霉 一次就中吧 不管是不是怀孕 都得去医院检查一下 这样安心一些啊 你得去医院检查 要不然时间拖得越久 遭罪的是你 对了 你下部戏的心态道换了 不是宋承业了 宋承业前段时间被查出阴阳合同 偷睡漏睡 现在已经被全面封杀了 真好啊 瞧你那心态乐活的样子 别忘了去检查 好好好 我知道了 嗯 你好 嗯 帮我拿一个验云棒 好的 嗯 嗯 小燕燕 你看那条新闻了吗 是这条吗 你去检查了吗 查了 没有 那就好 这个月形成这么紧 你要是真有了 可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等过了这个月再说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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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总 又来试查 这怎么回事 你知道吗 小燕她和宋承业一点关系都没有 怀孕更是无中生有 她没怀孕 我和她去检查的 没有怀孕 江总放心绝对不会延无拍摄的 小燕她其实是一个心思特别简单的小女生 她绝对不会做出偷偷回孕这种事情的 之前有一回 她问我 如果男朋友的前任邀请她去生日聚会 该不该去 我就建议她说 这是一次测试她男朋友忠诚度的好机会 谁知道 她男朋友一看到前任就原形毕露了 把她扔在路边 自己开车带着前任友就走了 我就替她骂那个渣男王八蛋 她还听了个渣男解释 说什么当时确实是有急事 我先试看一下 感冒好些了 嗯 好多了 小燕 江总只是来确认一下你没怀孕 你快解释一下 我 其实我 我确实怀孕了 我确实怀孕了 不过 孩子既不是宋承夜的 也不是你的 你可以放心 不会吧 小燕燕说的男友 不会就是江总吧 刘姐 嗯 刚刚导演好像找你有点事情要谈 好 快去吧 孩子不是我的 江总和我不过是逢场作戏 怎么会有孩子呢 你不用担心 孩子不是你的 我会晋升出来 你说的呢 是不是江总啊 嗯 那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我今天还当着她的妹骂她了呢 你怎么说的 我就说有个骗了你的王八蛋 和前任聚产不情 还在大晚上把你一个人扔墓边了 没事 有点不怕 我能不怕吗 江家要毁掉一个人 可是分分钟的事情 好 放心 我不会让她哄啊 啊 我倒是其次 主要是你 这个孩子 你留不了 何言 你今晚有时间吗 我想去找你 哦 江国行 你已经到停车场了 我 我在 我已经知道你在哪了 我现在就去找你 何言 你别怕 我现在就去找你 我现在 还行 何言小姐出事了吗 谢谢江总关心 我已经从地下停车场出来了 你也早点休息吧 你也早点休息吧 混蛋 陪你的情人去吧 霓儿 回来了 爸 我想别哭了 是不是姓江那个小子欺负你了 爸这就是找的算账 不是 不是 爸 我只是想 和和气气地解决这件事情 那你想怎么解决 反正是隐婚 私底下把婚礼了就行了 至于这个孩子 再说吧 你来干什么 何言他怎么 以后别叫爸了 叫叔 还记得你们结婚当天 我说了什么吗 记得 我 我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人 伤害和你 以后你跟何言 没有任何关系 爸 我现在只想知道和你 到底怎么样了 不劳江总关心 让他平常去见我 事情办得怎么样 被他跑了 知不知道 如果这个孩子生下来 我们之前所做的一切 就全部都白费了 你也别再想得到 降价的财产 我不会让那个孩子生下来 更会让那个孩子 足夺我们的财重 你车后面是怎么回事 被人砸车了 昨晚遇到了一个跟踪狂 那你没受伤吧 没 刚才我见来的时候 看见那个姓姜的渣男也在 不知道是不是来见你的 你被跟踪的事情他知道吗 嗯 那他的反应呢 他给我打了很多电话 我没接 你还喜欢他对不对 我喜欢他又怎样呢 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那个前任 和我只不过是逢场做戏吧 就连知道我怀孕了 也是第一时间赶过来 确认我没有怀孕 就怕我成为他和前任复合的阻碍 那天他叫我过去 我本来是想和他商量 公开我们关系的事情 谁知道我一过去 他就反手给我扣了一个帽子 说我要杀他 别哭了别哭了 等会儿还有个签说会呢 别把眼睛哭中了 何燕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你个渣男还来找我们小燕干什么 我有事情要跟何燕说 你先让一让 我们小燕没什么跟你说的 我知道你们江家很厉害 可你们也不能欺人太深 小燕咱们走 何燕你听我解释啊 我还有事情要做 那就麻烦江总 等到我有空为止 晚上可以吗 和小姐 很喜欢您 请给我签名 好 谢谢何小姐 何小姐 可以给我签名 好 啊 啊啊 你 你 我听是宋承鄞 何妍 來了 何妍 我又要失去你了 由此視頻為證 我何妍和江顧行先生是合法夫妻 你不高兴啊 那天你都出来 帮笑像我想的那样 傻子 你说我是傻子 这是爱成 那你承认你爱我 你如果非要这么想的话 你也行吧 总有一天 我会让你心甘情愿说爱 那我就是你带了我江大就大 脑海倒是你的微笑 请倒手 谁叫个妖 事情做得怎么样 我办事你放心 活不了 你干嘛去 当然是去做我该做的事了 那行 你的脸色怎么这么差 和颜的情况怎么样了 医生说 情况今晚已经下来了 宋承晏那个废物 不是说和颜活不了了吗 你累了吧 要不然你先回去 和颜这里我来照顾你 你来照顾我 毕竟他也在你生病的时候照顾过你 现在我照顾他也是应该的嘛 之前我听你说过 你前世就知道和颜是在杀我的对吗 嗯 怎么了 我总觉得 我总觉得 在何颜背后 有一个想至于我死地的人 简直 你有头绪吗 我 我之前只是听到他和别人密谋 具体什么情况我也不清楚 是吗 统伤何颜的人找到了吗 已经知道是谁了 但是 现在不方便了 进 张总 我们调取了何颜小姐 在地下停车场运席 和签售会当天的视频 经过对比发现 情兄的人是同一个人 锁定凶手去向了吗 目前还没有 上次捅上韩千志的人 还在监狱里吗 对 去查查 他和这次行凶有没有关系 还有 韩千志那边给我盯着点 好 何颜没死 这笔是封口费 对 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 何颜现在情况怎么样 何小姐你歇 江总 这是统伤何小姐歹头资料 歹头名叫张军丽 是个没什么钱的赌徒 她的前妻 早在十年前就和她离婚了 不过 不过 在被抓捕之前 她经常和她女儿见面 她的女儿叫 张晓雪 她女儿现在在哪 这 说起来有点巧合 她的女儿就是 何颜男人的何欣 那她来见我 好 何欣小姐 有时间 有时间 跟我们走一趟吗 这不是江贵行的助理吗 不好 张总 她肯定知道点什么 我刚才去找她 还没说什么 她扭头就跑 这个人你认识吗 我不认识她 你确定不认识吗 张晓雪 谁是张晓雪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有的是办法让你明白 我说什么 来人 把她给我带下去 好好跟她解释一下 我在说什么 哎 你们要干什么 别磨磨磨磨磨的带下去 哎 我 我的事 我 她是我亲爸 其实何振婷不是我亲爸 她才是 说了吧 你还知道些什么 我 我爸和韩倩芝 其实有过几次交易 都是什么交易 说清楚 第一次的时候 是 让我爸在KTV面前埋伏 然后等江总出来 就去行刺她 但其实要刺的不是江总 而是替她挡到的韩倩芝 后来 她又找过一次我爸 说是让她配合她演艺出戏 然后把这个事 嫁货给何言 事成之后给她一笔钱 她就答应了 知道这么清楚 和你也脱不了关系吧 和我们没有关系 我只是听她 说起过这件事而已 都是她们俩要害何言的 看你这个样子 好像确实也给你们 有多大关系 是啊是啊 和我们没有关系 都是她俩搞的鬼 把你手机拿过 为什么 我要保证你出去之后 不会散播我的负面消息 你可以滚了 我负面消息 教育 教育 就这么放她走吧 不知他着韩倩芝搞妆 不用她搞 我自己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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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我才能帮她 快换腰 你好这是什么腰 你给我看看吧 这个是 腰肩定 快换腰 去死人不知 啊 啊 啊 媽媽 救命 有人殺人了 快來人 快來人 先生我要接給我 接著不好意思 拜拜 來給我 你沒受傷吧 我沒事 我真的沒事 我身子不硬很清楚 我們有些問題 需要問一下何小姐 經過調查 我們已經鎖定了 犯罪嫌疑人士宋誠意 我們需要了解一下 當時的具體情況 在我簽收會的時候 他假冒成我的粉絲 捅了我一刀 就這些 我們會盡力抓捕 自成醫的 時間不早了 把杯好好休息 對了 我剛問過醫生啊 這小傢伙 應該沒事 我都不會讓她們有好下場 我都不會讓她們有好下場 你來幹什麼 我幫你干了那麼多髒事 韩大小姐收留我一般殺 不可以嗎 你殺人了 別提了 本來想殺了何彦那個賤人 出現突然來一個破保安 把我纏著 差點被警察抓到了 誰讓你做事這麼不乾淨 誰讓你做事這麼不乾淨 我現在被警察通緝了 咱們可是一條生上的蚂蚱 你得想辦法 幫我逃到國外去 我可以幫你逃到國外去 我可以幫你逃到國外去 但是在這之前 你得再幫我殺人 誰 好久不見呀 何彦 最近過得怎麼樣 韩切 你這怎麼剩著你啊 你把我帶這裡幹什麼 我把你帶到這裡來幹什麼 我把你帶到這裡來帶什麼 你不清楚嗎 我 我什麼都沒有做 是 是江古行 那個是我可以解釋的 是 我沒有辦法我 你沒有辦法 你沒有辦法你敲詐勒索我 八千萬 何彦你怎麼敢想的 什麼八千萬我根本不知道 是江古行 一定是江古行 我堅持 我求你 我終於放過我 堅持 啊 麻了吧 現在可以了吧 黑市剛買的 還沒試過 韓箴芝 你不能這樣 我為什麼不能呢 我如果現在不解決你的話 總有一天 你會像地底下的一個賤人一樣 你會被判我 你會被判我 是江古行 一定是江古行 江古行 難道是你在借我的手殺人嗎 近日 我沒有 現在怎麼會被判最飞了 你只是看老 說 我將這算是 從我看來的 這次是 現在 韩小姐 事情已经做好了 很好 给我多留意着点 有什么情况就及时通知我 知道吗 是 我刚刚看到姜总去病房了 进去看看 今天好香吗 好香 快去医生 快去 何小姐体内存在一种 从来没有见过的新型毒素 目前还没有人彻底根除的方法 只能通过药物暂时抑制 新型毒素 是的 大概是人工号称的一种毒素 不过姜总不用过于担心 目前何彦小姐的情况还算稳定 我们也正在寻找 根除这种毒素的方法 那拜托你了 江总 你要的东西 我都给你买回来了 不错嘛 何彦 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有什么新消息吗 没什么新消息 何彦小姐她 还在后面 是吗 那真的是 委屈她了 之前不是因为这个女人要死要活的吗 怎么现在一副很不在乎的样子 阿星 还喜欢我送给你的礼物吗 要是你吓的 阿星你果然聪明 这么快就猜到了 这不过是你借刀杀人的回礼罢了 想要解药的话 今天晚上九点过来找我 记住 只能是你一个人 好 到时候 不见不散 你果然来了 你应该知道 我这解药不是白给的吧 你不就是想得到我僵尸集团的股份吗 说得没错 这份是股权转让协议 签了它 解药就是你的 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解药 你藏解药的方式真够可信 跟你的手段比 我的恶心程度 不及你的十分之一 江古行 为了一个女人 就转让了自己的股份 你这应该改一改 你这吃酒的东西 上一世 我让你吃的亏还不多吗 你不也是吗 重合一试 鸡酒店这么些 不属于你的东西 你果然也重生 这不行 如果你像上一世一样听我的话的话 这一世说不定我还不容易 那我应该 适合你 睡得还好吗 爱心 你还记得这里吗 你上一世临死的时候 也是在这里 故地重游的感觉怎么样 想不到吧 重合一世你还是被我抓到这儿吧 怎么 这次不怕让我看到你也这样 我怕 我什么时候怕过 我告诉你 我把你重复多少时 多时都不够 是吗 我可两想打死一个人啊 怎么 不记得了吗 宋承夜 好歹为你尽心尽力的活埋了核心 你杀了他心里不愧疚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让你的眼线伪装上故事 在医院照顾何彦 我怎么就不能安排一两个眼线来见识你呢 是 我是杀了他们 我不但杀了他们俩 我现在还要杀了你 不管你都知道些什么 都给我乱在肚子里 选个死法吧 你是想被火烧 还是被分尸 又或者是像核心一样 被火埋呢 被火埋呢 再开快点可以吗 这已经是最快速了何小姐 江顾行 你可千万不能有事 警察怎么会来 你算计我 看来 干故事 我活不成 你也别想活 我要是知道你当时 一开始就是这么打算的 绝对不会配合 只要起作用了 感觉身体好多了 我只要一直这样 装昏迷就可以了吗 那 身体好点了吗 好点了 你那时候的枪 是从哪里弄来的 一时着急 从警察手里抢的 一个我还过去做笔录 承认错误呢 怎么样 我打得转不转 我夫人就是厉害 怎么了 你也是重生的 所以上一世 害死你的人 是韩倩芝 对 怪不得这一世 你对我的态度变化这么大 原来我也是你复仇中的遗环 不是 你误会了 误会什么了 何言 我能给你讲个故事吗 我是江沐昌 我失去了一切 他们抓到我 虐待 往我身上交气球 在那边 撒死我 但是我逃着了 上车 我带你去医院 是他救了我 在你找到住所之前 就先住这吧 他带我去了医院 给我治好身上的伤 还把我安置在了一家酒店里 他常常来看我 但始终没认出来我是谁 我也不希望他认出来 因为 之前对他一点也不好 慢慢的我发现这个女人 其实也挺讨论喜欢的 我感觉你身上的伤口 已经比之前好多了 要不了半个月肯定这全好 但是 我这喜欢来的有点晚 醒了 我明天就要结婚了 你来吗 他要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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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要结婚了 是吧 原来的结婚对象 好像不是周定义吧 你是说江户行爱 我知道现在自己 完全配不上他 但我还是希望 能从他的嘴中 说出我的名字 那家伙对我一点也不好 从天威胁我退婚 不过 他也不是什么坏人 只不过是他喜欢的人 不是我爸 是啊 我在想 我做了那么多 伤害他的事情 我还希望 能得到他的爱意 我在想 如果我没有跟他退婚的话 是不是站在他身边的那个人 就是我吧 不过 如果他幸福的话 我倒也无所谓了 近日失踪何时千金 在沙坑中找到 一次自杀 死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可是 他忽然死了 你是说 你就是那个 对 但 我就是那个 被你救的人 但那时候你不是活着好好的吗 怎么会重生呢 他死了以后 就没有人给我送吃 我只能自己出去 那何欣 你都不是何家当死的大小姐 他没人吗 嗨 这种无缝闲见 八成是姐夫跟小姨子 在姐姐死前就勾搭上了 哎 哎 说不见的姐姐 你就被他们害死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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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傻 怎么能用自己的命去换两个人的命 不过 至少我没有杀错人对吧 所以 现在能给我个别的办了吗 我 我大了肚子中 是不是很重要 不重要 江顾行先生 你是否愿意接受何燕小姐成为您的合法妻子 我愿意 何燕小姐 你是否愿意接受江顾行先生成为您的合法丈夫 我愿意 好 下面我宣布二位正式成为夫妇 我愿意接受风掌 向前